欢迎收看这期的初见开箱 我是你们都在想的静静 我们现在在产品介绍中总是能看到 像黑科技啊 神器这类的词 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款 倒车神器也不脱俗 如果你细心的话应该都见过这个东西 说明呢它还是有一定使用率的 那我们就赶紧选购一下 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打开网站 价格一对呢基本就是几十块钱这样子 所以还是挺便宜的 那这东西在神啊 说白了其实就是利用镜面反射的原理 帮助我看到原色后视镜 看不到的一些盲区 拓宽我的视野 所以呢第一原则就是一定要看得清楚 不过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因为这个东西是粘在车上的 所以如果日后你想把它清理下来 到底会不会流胶 会不会很难处理 这一点也是需要考虑的 知道这么多那就赶快去购买吧 哎等等等等 这是啥呀 我去这啥造型啊 ET吗这是 我真的是又好奇又好笑 如果我在路上看到有人装这个东西 我对它的评价就一句话 驾驶技术 菜如狗引以为傲还到处走啊 不过这款ET产品真的很多家都在卖 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那我们还是来选购体验一下吧 最终呢我们选购了一款OSQOO造型的倒车镜 它的价格是26元 还有一款就是ET造型的倒车镜 价格是34.9元 新月号 拜 看完了 这真是我历史上最简洁的一次开箱呢 先拆这个OSQOO造型的看一下 就特么小一个小盒 两个小镜子 这个镜子 感觉像不像美妆博主在展示产品 这个小镜子是可以有角度的调节的 还是可以这样按一下 这个很简单 不用说了 再来看一下ET的这一块 你说它这个造型 你不像会拍星人吗 有一点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双面镜 我觉得可能视野会拓宽的更大一些 但这个东西嘛 造不造型不重要 具体是要好不好用 是骡子是马 咱拉出去溜溜 走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室外了 有些时候啊 千万不能盲目自信 这不你看前两天我倒车 反光镜没看见 一不留神 就划成这样了 这侧圈边就得换了 心痛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赶紧同时把这两款倒车神器 都贴在后视镜上 看看它能提供给我们 什么样不同的视野效果呢 这个小的呢 就先把它撕下来 贴到反光镜外侧的位置 然后这个大的呢 也是先把胶撕下来 然后大面的这个朝外 小面的朝里 然后贴在这个后视镜下面 接下来呢 我们把另一侧也粘上 撕胶 粘 其次呢我还发现了一个 就是他们的胶的品牌 都是3M胶 所以我觉得 预测一下 它的粘的程度 跟流胶的程度 应该会差不多 LADY GO 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果粒成 你以为我是用来喝的吗 不 我是用来测试的 商家的宣传片上说呢 这个东西 安上之后呢 它能够搬住 两瓶1.25升的 果粒成的重量 那我们接下来试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吹牛 诶 你别说 还真的放住了 看来这个商家没有吹牛啊 那我们再试一下底下这个 商家在广告里面说 它能够挂住一瓶 那我们给它增加点难度 也给它挂两瓶 试一试 它能不能挂住 诶 其实也能挂住 所以你有点谦虚了 挂两瓶也是没有问题的 LADY GO 我觉得就倒车这种情况呢 其实安不安 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大 比如说倒车入库这种情况 其实原车后视镜 已经能让我把两侧的车 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按上这两个后视镜呢 其实无非就是 让我把地下的线看得更清楚 停得更正一些 对于侧方位停车呢 就是它还能多一个功能 让我们把轮毂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防止侧轮毂 这种情况出现 上路之后我发现呢 因为它镜面 为了让你看到更多的视野 所以它用了一个广角的镜面 但它那个镜子尺寸呢 又很小 所以说我看它那个车 都变成密小哥 所以我在路上 基本上是不会去看它的 因此也不会给我太大的帮助 好了 现在所有测试 基本都已经测试完了 那最后一项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它到底会不会流胶 首先我们来拆这个大的 相对还是比较好取的 而且很光滑 没有流胶 整个的胶体也比较的完整 那再来取一下这个小 这个有点牢固 取不太下来 我试点劲 完了 你看这镜子上留的全是胶 我觉得这可不行 虽然它还是能清理下来 但是很麻烦 夏天了 经过曝晒之后 这个胶真的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好了 现在整体的测试都已经结束了 总的来说呢 这两个小东西 还是能够帮助我们驾驶者 提供一些 原车后视镜看不到的视野盲区 规避一些 小概率的风险事件 但是呢 这些事件 其实通过我们的仔细驾驶 也完全可以规避 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都已经2020年了 像并线辅助啊 360倒车影像啊 倒车雷达 这些配置实在是太多了 我还是更推荐你买一个 配置更丰富一点的车型 就别跟这些老车型合进了 而且这东西安在这儿 它属实也不美观呀 所以呢 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要提升我们的驾驶技术 才能够美美的上路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什么想试但不敢试的 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你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